跟我們這個黨軍這一塊的地區是有關係 現在是這樣子 在去年時間我們蔡委員服務處 大概整個的水利署跟自來水公司的資源 那增取了七千多萬的預算 在我們暖暖地區 七土地區跟這個安樂區那邊 在無自來水的地方提供了一個備援的計畫 那也成功的增取的補助來供這些 自來水的用物來管路的申請 但是微缺一塊在這邊 我們暖暖區的這個東四坑這個區塊 在上東安宮那邊還有一二十戶的住戶 長期也是沒有自來水資庫 那今天也邀請自來水公司跟相關單位 一起來延商 那初步有個很好的共識 就是說我們要求他在改善所謂加設備之後 在我們東安宮的高處那邊 再設置一個簡易的受水設備 提供未來那邊的那個無自來水的用度 能夠未來有自來水的這個設備的使用 那這個也要併入所謂的水利署的這個 這個無自來水公司補助計畫 那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部分我們知道這個同軍陸區 未來可能需要開發成所謂 透過促參的方式開發成一個同軍的那個 開發成一個陸營的那個場所 公民眾來使用 那這個計畫必須有所謂的自來水配套 那長期這邊也因為自來水供應的這個障礙 還沒辦法有效的做供應 那這一次我們也成功的整合 這個自來水跟這個教育處這邊 未來在教育處的這個同軍陸區前端 我們會做一個受水池 那也要求自來水公司在做那個所謂的 那個加壓改善之後 把水順利的提供在這邊之後 未來這邊自來水公司提供水之後 這個錄音基地就會常開的有自來水可以做供應 那當然在如果在臨時狀況產生 事實上上面這邊還有一個 減液摘水配水設施供備員使用 我想未來這樣的設計之後 那個OT之後廠商會比較熱意 也比較有資源願意來這邊做投資跟設計 讓我們這邊能夠共同來發展 這邊低度開發的一個油氣的產業 謝謝 謝謝